县议员吴东升则是针对了 震灾基金会在16号预波 4亿多万元执行花莲县府 在04-03地震灾后的各项补助 则是肯定县府重建家园的用心 而另外针对花莲开创新的观光景点 例如沙滩车 水上立奖 还有独木舟等等的休闲游戏 来开创花莲的观光效益 花莲县协会定期待会现任总资金 第二位室友先言吴东升 并且询问花莲县政府正在接近播复之后 之前的情况 包括史上未住 生活补助 岸先生在等紧急补助 让花莲灾民能够了解 另外针对开创新的游戏 吴东升也提出建言 我们正在中心有在 昨天拨了4亿3500万的经费 到花莲县政府来 要让花莲县政府对灾民 做出我们许多要补助的金额 那本期知道 从4月3号到4月23号 连续两次的地震 那许多的灾情名义调查 不管是受署还是受灾户 原本已经调查 4月3号开始调查的时候 那后来因为有加码的部分 因为许多的条例并不足以适应 这次临市临灾地震的灾民的需求 所以有加码的部分 之前的调查又要重新再做一次 那到了4月23号 我们又遇到了第二次的余震 非常大的余震 再次增加了许多受灾亿 所以这许多的调查 很高兴中央能够体恤地方 地方做出最完善的调查之后 中央马上将钱拨入华林县政府来 那华林县政府的团队 本期刚刚也咨询过了 只要钱入库在下个礼拜二 就能够将钱送到灾民的手上 能找出一个在中央规定的23个条件之下 不管是水源保护区还是谷基保护区 这一些的种种的地方 来找一个合适的沙滩 让沙滩车业者可以来做出 我们正常的一个水上 我们岸上的休闲活动 让钱来花林观光的民众 可以多另外一个选择 另外在独木舟还有立奖的部分 我一直觉得评价才是王道 我们希望花林县政府 能够将这些立奖 还有独木舟业者 让他们的票券的销售方式 来做一个统一的方式来辅导他们 不要再经过任何的平台 这样子相信 可以将这些票价省起来 让前来花林观光的民众 直接感受得到花林人的热情 直接感受得到花林人的诚恳 先吴东表示 0403和0123造成花林北区房屋倒塌 花林县政府也积极进行重建家园 希望在府会共同来努力 让花林能够重现光光的愿景 记得联系和报道